这句佛号下手最容易 无量法门里面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 最容易的这句佛号 所以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治愈先忙 每个人都能念 随时随地都能念 念佛不要居住 我们睡觉能不能念 睡觉不要出声 为什么出声伤身体伤气 一样的功德 那么我说我们在习书间 好像不恭敬 不恭敬不出声 不出声不能设心 那你就出声好了 出声是不是不恭敬 不恭敬四小 为什么呢 佛菩萨不会怪你 你自己设心的四大 洗手间大声念佛 佛就怪我们了 他就不是佛了 他生烦恼了 佛怎么会生烦恼呢 他有这种道理呢 佛只是希望你有成就 希望这句佛号真的 能把你烦恼控制住 念佛不是别的 就是为这个 你不念佛 妄念就起来了 用这句佛号 来换代你的妄念 妄念都没有了 都是这一句佛号 那你功夫成片 真到功夫成片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往生 功夫成片里头 也有三倍九品 上倍三 这个三品 往生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想多住几年 也没方案 这是阿弥陀佛 祝佛菩萨了 对我们的期望 这叫做 这叫真功敬 功敬不是在我们 一般这个世界 所值得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 我们也都要重视 为什么呢 避免别人造口业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初学的 初学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认为你这个不恭敬 他早可以 他看着眼内不舒服 他来批评你 他对于佛法没有透彻了解 透彻了解 人家看到你这个现象 不起心 不动念 他哪有分别 这种 所以 理根事 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要晓得 人人能念 过过能行